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看点是小龙回归电视剧 饰演一个外表勇猛大气 实则憨厚呆萌的小颜 最初作为妖兽被林栋抚养后 化为人形与林栋小雕结为兄弟 一路上成恶阳善 拥有万夫莫当的力量 但是这个介绍就知道这是典型的仙侠魔幻剧了 第二个看点就是CG特效 里面有太多的动物和科幻出来的动物 这些都是需要后期制作的 当然拍摄的时候都是无实物表演的 这一点和扶摇楚桥传都是一样的 既然有特效就需要很强的演技 能否超越扶摇呢 图片第三个看点 男一号有两个妻子 一个是道宗宗主之女 硬欢欢 兵主轮回者 实地 半步祖境 一个是九天太清宫公主 林青主 武敬祖母 实地 半步祖境 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这样的剧情也是标配的 魔幻剧加上穷疗剧混合 第四个看点 不知不觉学会了上下部 和军师联盟虎啸龙吟一样拆分成两部 一部四十级 本来说好的是六十级的 但是导演还是拆分 这样可以好卖钱